香港男性张志恒 过去曾被爆出 同时劈腿了五位女生的丑闻 与时之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但是他在2019年时定着外界的辱骂声 和他的粉丝文文结婚 虽然夫妻两人曾多次传出 婚姻出现裂缝即将离婚的消息 但今儿两人突然宣布 怀上第四台的消息 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猜测两人的关系是否会因为孩子的好转 张志恒自丑闻风波后便淡出荧幕前 日前他首度接受了星岛日报的采访 谈言劈腿事件让他身败名裂 甚至在外出购物 或是走在路上时都会被路人大骂渣男 此外他在找工作时也处处受挫 对各种理由拒绝聘用 导致他面对经济压力 但他从不考虑离婚 也决定赶过自信重来 只希望能成为孩子的榜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